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小诺回来了 哎呀我的乖孙女回来了 哎奶奶 我姑怎么还没回来呀 我都好久没看到我姑姑了 哎呀一会儿就见到了 太好了太好了 老伴 我买那鸡盾上没 就放心吧 啥都准备好了 盾鸡去了 好 爷爷 你又在看圣经啊 咱们信主的人 就得要常常看圣经 小诺 你也得好好读读圣经 将来才能像你姑姑那样 为主传道做工 爷爷 我都会背很多圣经章节了 是吗 来给爷爷背一个 那我就先背个爷爷常讲的 哎呦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效 瞧瞧 瞧瞧我这孙女 哎呀 你爷爷又有接班人了 爸 妈 我回来了 哎呀 来 爸爸 哎呀 让你给我歇回来 拿着 谢谢姑姑 妈 哎呀 可算是回来了 爸 这些咋样 好 咱呢 挺好 闺女 你瘦了 瘦了 不过精神头儿不错 哎呀 感谢姑姑姑 你坐下说 只顾高兴了 小诺 给你顾端水果去 啊 好 孙儿 爸 你这一出去就半年多 可不是吗 这收获一定不少 啊 赶紧给我们唠唠 好 哎呀 你让闺女先喘口气 妈 不累 来 你也坐 妈 爸 这次呀 我带回来一个天大的喜讯 啥喜讯啊 咱们盼望多年的主耶稣啊 回来了 啊 就是全能神 全能神 是啊 全能神发表真理 做了末世审判从身家起手的工作 是 你接受东方闪电了 啊 接受了 你这孩子啊 这么大的事 你咋不给我商量商量呢 你考察清楚没有啊 爸 哎呀 我说你这老头子 啊 翻脸比翻说都快呀 哎呀 闺女才刚进家门 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呀 我不是怕她走错路吗 你说 哎呀 哎呀 孙恩啊 妈 妈知道你呀 一向做事 有思想有主见 可是 你是怎么确定 东方闪电就是主回来了呢 来 给我们好好说 好 哎呀 你先听孩子咋说嘛 爸 我接受东方闪电啊 是经过认真寻求考察的 我读了许多全能神的话 发现啊 都是真理 全能神不光审判了人类的败会真相 还把咱人类犯罪抵挡神的根源啊 都揭示出来了 这正是神末世做的审判工作 我们只有接受了神末世的审判 最得招洁净了才能进天国呀 行了 行了 全能神的话我没有读过 这是不是真理我不知道 但东方闪电见证说 只有接受全能神做的审判工作 最得拘净才能进天国 这我接受不了 罗马书咋说的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我们信主已经因信称义蒙恩得救了 主来就直接提我们进天国 这个 爸 你怎么还真上火了呢 这么大的事 我能不急吗 你说你这脾气 爸 先喝点水 你说你就去 爷爷 别生气别生气 从我下 你不是常说要谦卑要忍耐吗 把事得气化怎么办啊 这小诺真懂事 爷爷不顺气 来 回房间写作业去 好 记得谦卑 忍耐 真听话 爸 先喝点水 斯恩啊 你爸说得对啊 咱们只要持守主耶稣的名 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就能得救进天国 这话没有人能否认吧 妈 爸 咱们信主蒙恩得救了 这不假 但得救了就能进天国吗 主耶稣说过这话吗 那圣经里有这话吗 圣经 好像圣经里没这话呀 老头子 你圣经书 你说 哎呀 看来圣经里真没这话 要有啊 你爸早给你找出圣经依据来了 好 那你说吧 既然主耶稣没说过 那得救就能进天国 这话成立吗 这是不是人的观念想象啊 观念想象 啊 这能作为咱们进天国的根据吗 主耶稣是没说过得救就能进天国 但整个宗教界都认为 得救了就能进天国 这难道还会有错吗 爸 那宗教界公认的就符合主的话吗 那能代表主的意思吗 到底谁是天国的主 进天国的标准到底是谁说了算呀 没有主的话做根据 人就敢随意定规 得救就能进天国 这是不是在迷惑人误导人呢 爸 那得救到底是指啥说的 咱们看看主耶稣做救赎工作的背景就清楚了 背景 老头子 啥背景啊 看来 你爸也不知道 来 谁不知道 这不张口就来吗 马拉基书中记载 那时的以色列人犯罪越来越多 已经守不住律法了 他们都面临着被律法处使的危险 爸 你说的一点没错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主耶稣为了救赎人 定十字架做了人类的赎罪计 人只要信主 向主认罪悔改 就罪得赦免 就能享受主赐给的平安喜乐与丰富的恩典 这是恩典时代得救的真意 原来得救是这么回事啊 是啊 所以啊 得救仅仅是指罪得赦免 不被律法定罪说的 嗯 哎呀 闺女说的有道理 符合圣经啊 比你说的清楚多了 客长 客也是比你说的清楚啊 哎呀 闺女说的对啊 咱作假继续啊 好 爸 咱们信主摸恩得救了 但还能常常说谎犯罪 没有摆脱罪的捆绑挟制 神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嗯 神是圣洁的 那非圣洁啊 没有人能见主啊 天国是神掌权的国度 是圣洁之地 那神怎么能容许 常常犯罪 抵挡主的人进天国呢 爸 你说是不是啊 真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啊 咱们信主 蒙恩得救了 并不代表 就有资格进天国了 得救跟进天国 那根本就是两码事 嗯 哎呀 你瞅瞅 闺女交通的 真是这么回事啊 虽然我们现在 还能常常犯罪 但主耶稣的赎罪计 是永远有效的 嗯 我们犯了罪 只要向主认罪悔改 主就会赦免 嗯 圣经 罗马书上说 谁能控告 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主已经赦免了 我们一切的罪 不看我们为罪人了 我们就不赎罪了 对 但我们不就可以 进天国了吗 嗯 对 牧师长老 也都是这么讲的呀 咋讲的 神的大哀无边 哎呦 恩殿无险 不怪 我们以前 现在 还有讲来犯的 所有罪啊 只要到主面前啊 认罪悔改 主 都会赦免的 主来呀 就会提醒我们 今天国 哎呦 妈 你学的还真挺像 听得多了 不过妈 要是按咱们这个观点 主耶稣的赎罪计 永远有效 不管我们发了多少罪 主都赦免 那圣经上说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计就再没有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 和那烧灭重敌人的烈火 这话该怎么解释啊 这 哎呀 你说 这人不实行主的话 故意犯罪 主还会定罪啊 是啊 妈 来 坐 妈 爸 你们想啊 要是咱们因信得救 罪得赦免 就能进天国 那 那所有信主耶稣的人 不都能进天国了 是啊 那为什么主耶稣还说 凡称呼啊 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尊心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主耶稣说的 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这话又怎么应验呢 对呀 还有啊 主末世再来 还要分别 山羊 绵羊 拜子 麦子 恶仆 善仆 这些预言又怎么成就呢 哎呀 主耶稣说的这些话 多清楚啊 看来呀 罪得赦免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哎呀 你说 咱咱就没注意到这一点呢 这可又咋的了 闺女 你接着说 你妈让你再说 爸 妈 赎罪记永远有效 这得分对什么人 并不是对所有人说的 赎罪记永远有效 是对那些 有真实悔改的人说的 那些喜爱真理 愿意实行主化 顺服主的人 因着有犯罪本性 还身不由己地 说谎犯罪 有时呢 还背逆主 这啊 主会赦免 如果人明知真道 还能故意犯罪 那赎罪的记 就再没有了 就没资格进天国了 你们说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哎呀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那你说 到底什么样的人 才能进天国呢 到底什么样的人 能进天国 主耶稣说 天国进了 你们应当悔改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主耶稣的话 再清楚不过了 只有真实悔改 成为遵行身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原来是这样啊 你说 只有真实悔改 成为遵行神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这何乎主的话 那你说 我们信主这些年 也在按主的要求 谦卑忍耐 受苦悲食的价 还为主传道做功 就算临到逼迫患难 作奸受苦 也不妨认主的名啊 这些啊 不都是悔改的表现吗 对啊 咱们信主啊 都能承认自己是罪人 犯了罪啊 也能来到主面前 痛哭流泪地 懊悔自己 祷告认罪 求主来赦免我们 你说 这不就是悔改了吗 妈 爸 咱们信主以后啊 是有一些好行为 可是还能常常 背逆主抵挡主 还能狂妄自大 谁也不服 自私贪婪 贪图虚荣 心里啊 还能嫉妒人 恨人 还能说谎耍诡诈 就是祷告 都想说好听的话 讨好主 这是真是悔改吗 主耶稣要求我们 做诚实人 我们做到了吗 主耶稣要求我们 要尽心尽意尽性地爱神 爱人如己 我们做到了吗 我们实行不出主的话 守不住主的诫命 这 这是又真是悔改吗 这还真不是啊 老头子 闺女说得对呀 咱们犯了罪 是能痛哭流泪地 来到主面前祷告认罪 可过后又咋样呢 擦擦眼泪爬起来 该说谎还说谎 该犯罪还犯罪 是啊 这不是光有悔 没有改吗 咱们嘴上说的是 基督是我家之主 可是都想自己说了算 是你不服我 我也不服你啊 高高在上 说一不二 让别人都听自己的 聚会讲道的时候啊 常常摆自己的功劳 显露自己 让人高看仰望啊 你说 这是不是判决书作医上 浑身都是罪啊 就这 咱还想进天国 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是啊 让你爸琢磨琢磨 这闺女说的 都是实情啊 这些年 我是为主做了点工 也有些好行为 可就因的这些啊 就白老资格 瞧不起别人 做工传道 也是常常写露自己 让人高看 向主祷告认罪 可过后 还是老病重罚 这还真算不上 是真实悔改啊 哎呀 我说老头子 你咋还在这 推上磨了呢 俗话说 井越淘水越清 事越白 理越明 这真理越交通 咱这心里啊 就越亮它 你说对吧 咱们是不是 得好好听听啊 我不是一直在听吗 你听进去了 这话要你说的 我 我是那种 不明事理的人吗 真能说 闺女啊 爸 刚才你说的这些 句句在脸 爸 都听进去了 感谢 那你再跟爸说说 这真实悔改 到底指什么说的 爸 你还记得 马太福言 二十二章 三十七至三十九节 咋说的 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阿门 还有启示录里欲言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可得权柄 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根据主的话 我是这么认识的 真实悔改 是指人 不再犯罪 抵挡神说的 我们里面的犯罪本性 得着洁净了 能够实行神的话 凭神的话活着 不再被逆神 抵挡神了 能凭着爱神的心 为神花费 没有个人的交易存心 所做的一切 只为顺服神 环抱神爱 这才是有真实悔改 才能进天国 这说的对头啊 爸 你想啊 咱们信主的人 有谁达到真实悔改了呢 这个 想想那些属灵名人 牧师长老 他们虽熟读圣经 能劳苦做工 这外表呢 有一些好行为 可他们 有谁脱离罪的捆绑 达到真实悔改了呀 哎呀 好像还真没有啊 是啊 这些年 我们也想摆脱罪的捆绑 可为什么 就是达不到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为什么咱们信主的人 没法摆脱罪的捆绑 咱们看两段 全能神的话就明白了 好啊 哎呀 我来读一段吧 好 不是你这 站哪呢 这老太真实 耶稣来在人中间 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 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 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做赎罪计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 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 完全脱去 所以在人的罪得着了赎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法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阿们 我也来读一段 就你们这样一个罪人 刚被救赎回来 不经变化 不经神成全 你能和神心意吗 你里面还尽是污秽 又自私又卑鄙 你还想跟耶稣一同降临 有那么美的事吗 是啊 你信神少一步过程 只是被救赎 没经变化 要和神心意 非得神亲自做工 来变化洁净你 否则你只被救赎 不可能达到圣洁 这样你就没资格 与神同享美福 因你在神经营人的工作中 落下了一步 就是变化成全的关键一步 所以你一个刚被救赎的罪人 不能直接承受神的产业 阿们 这话说得太清楚 是 全都神的话 把神做工的奥秘 都揭示出来了 恩典时代 主耶稣只是完成救赎工作 只是赦免了人的罪 并没有解决我们的犯罪本性 与撒旦性情 我们的犯罪本性啊 才是支配我们犯罪 抵挡神的根源 这可是比罪更严重 更顽固的东西 是这么个事 我们的撒旦本性不解决 就没法脱离罪的捆绑 达到真实悔改 爸 妈 给你们举个例子啊 你们就明白了 好 好比说一个小偷 被人抓住 带到法官面前 那法官仁慈 给他一次机会 赦免了他的罪 但这就能代表 他出来之后 就不再继续犯罪了吗 不能 这能代表 他偷的本性变了吗 那不能 对 俗话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以 只要他偷的本性不变啊 那他还能照样去偷啊 没错 闺女啊 你还别说啊 这比喻还挺恰当的 所以啊 主耶稣允许 他必再来 再来 就是要做彻底捷径 拯救人类的工作 末世全能神来了 在主耶稣 做救赎工作的基础上 发表真理 做了审判 从身家起手的工作 就是为了解决 我们的犯罪本性 与撒旦性情啊 感谢神 我们败坏太深了 里面充满了撒旦性情 常常抵挡神 背逆神 光罪得赦免 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得经历神的审判刑罚 才能看清自己 被撒旦败坏的真相 真实恨恶自己 向神真实悔改 能够实行神的话 凭神的话活着 成为真实顺服神 尊心身旨意的人 这样啊 才能蒙拯救 晋天国呀 感谢主啊 是啊 神拯救人的工作 太实际了 看来 我们要想摆脱罪的捆绑 达到真实悔改 晋天国 还真的需要神 再做一步 审判捷径的工作 是啊 我信主这些年 静凭观念下降 认为信主 罪得赦免 就能进天国 而且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所以 听到有人见证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也不寻求考察 这差点错过 迎接主的机会 可不是吗 在晋天国的事上 我不根据主的话 而是听信牧师长老的话 我太愚拙了 神啊 爸 还是你聪明 比我们先迎接到主 被提到神宝座前 感谢神 这还真应验了主的话 那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了 老伴呀 那咱现在就赶紧追吧 咱不能只顾自己追呀 那 那教会的弟兄姊妹 也不能落下 对 爸 那你的意思是 吃完饭以后 我就召集弟兄姊妹 一起考察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太好了 奶奶 我做了一股 糊涡的味道啊 我对得气 妈 我帮你 慢点 长官 给你 他可以 谢谢大家